我們來看一下網站架構的話 事實上說真的其實 你們要照這個有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只是平常我們 比較在意一點就是我會把它弄好 那我先給各位稍微看一下我們現在 在上面的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這個 看起來是這樣對不對 其實 我們一樣從剛剛的所謂的 管理協作平台裡面進去 從這邊 這裡 管理協作平台 好你現在看到了這裡有一個叫做頁面 把頁面就是耳機 做好的你可以看到這裡有沒有像檔案總管一樣 對不對 好把這個打開 這裡打開 有沒有發現我還是有稍微分類一下 你如果都沒有分類 是沒有關係只是都放在根目錄下而已 比較亂 比較亂那這個當然不影響我們協作平台的操作 只是我平常會這樣用 因為萬一 我有做錯了 比如說我可以移動的話你可以按著拖曳 你就可以移動你的頁面 所以說這個是像這樣子我會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好那 我們來看看 我們剛剛這個已經做好了對不對 我回到我們的協作平台 看起來好醜 好我們先來美化一下好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 價格的部分你可以先看 就大致上是像 這個你要建立新的頁面 他總共 待會兒你會看到 建立新的頁面總共有 一 二 三 四有四種頁面 四種頁面 那我稍微簡單說明一下 最常見的預設子就是 就是網頁 這就跟我們一般部落格一樣 部落格一樣比較沒有問題 但是那個網頁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有網頁是有復健的 平常我們部落格的原則上大部分是沒有復健對不對 你要自己想辦法 那他是有復健所以你可以夾帶復健進去 那 但是這種復健的方式主要就是 會含在那個100MB裡面 所以我比較少用這種方式 那第二個呢 所謂的公告 公告就是所謂的 好像是一個什麼 有點類似像新聞一樣 你進到這個資料夾之後 他下面還有其他文章 還有其他文章的 檔案各位大家就比較熟悉了 像我們剛剛一樣 資料夾 出現了 另外清單的部分就比較 這個可能 您可以搭配就是 類似代辦事項 我們那個memo 我 哪個工作 最近要做什麼工作 有沒有做完 打個勾 有沒有 類似像那一種 所以 這個我是比較少用到 以我現在教學上來講 我比較少用到 但是您可以 如果說萬一有用到 你可以直接參考一下 好我們就先來這邊 我們回到我們的這裡 進來了 其實 預設進來 它就有一個叫首頁對不對 就有一個叫首頁 所以如果你要編輯它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來編輯 直接從這邊來 那我們先不管它 我先從這裡 增加一個 這個 這個 頁面 你可以看到預設 就是網頁的範本 那您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現在都沒有任何內容 所以 它會放在更目錄下 會放在更目錄下 如果你有沒有問題 就直接建立就好了 每個頁面都有一個獨立的網址 都會有獨立網址 這樣就好了 進來之後 它會載入所謂的編輯器 它會載入一個編輯器 還沒進來 這邊 可能比較慢一點 也會像這樣 正常會像這樣 只要按儲存 就好了 這個時候其實你可以發現 我們左手邊有沒有發現 它會自動跑進來了 就會自動跑到這邊來 那 一般來說 你的頁面如果不多的 自動跑進來對我們來講是有好處 因為 我也不用整理 它就自動在我們左邊的超連結 可是 自動進來也有一個小缺點 你不能排序 所以 很多人會說 糟糕 我現在進了第1頁 然後我還想再加一個第1頁 結果第1頁排在第2頁下面 它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通常我就不這麼做 我會把那個拿掉 那當然沒關係 我們可以試看看 你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你可以先 了解一下 這個我先儲存好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哪一頁你就點到那一頁 直接按這個編輯就可以了 那這個編輯其實對大家講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上面這個 有沒有常常用 比較沒有問題就是上面這個 因為呢 這裡面 才是它的重點 插入裡面有很多 還有雲端硬碟 YouTube的影片 對不對 Google地圖 常常用 然後呢 你看表格 這個還好 還有配置 有沒有覺得這個有點熟悉的感覺 因為我們Word裡面有沒有 也有對不對 所以沒有人過 譬如說網頁只能怎麼樣 當然是的 因為我們Word用 一進來就當然是 你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自己調整 這個是Google裡面 它很方便的地方 很方便的地方 那這個呢 我想就麻煩大家 你可以稍微試看看 萬一如果說你這個頁面 第二頁面不想要放在這裡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從這裡 有沒有叫做移動頁面 就是如果你的階層錯的話 你看 我可以選擇放在首頁之下 點到它 按確定 這個時候這個頁面會放到首頁之下 放在首頁之下 我們確定一下 你看到這裡 管理寫作平台 頁面 你看首頁下面有沒有第二頁 對不對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移出來 隨便你 有沒有移出來了 你在這裡做也可以 OK 那只是說 這個架構 並不影響到我們外面看到的 它看到還是一樣 對不對 但是就是 了解一下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你 所以你先了解一下 當你建立第一個單一頁面的時候 該怎麼去新增跟編輯 還有它的什麼 存檔的那個 網站的位置在哪裡 我還是會知道 那我還是要看 這樣說 我還是要看 我還是要看 你這樣說 你這樣說